在澳洲有一名五岁女孩 从三岁开始就展现出画画天分 父母还帮她创立粉丝团 让她的才华被看见 如今她的创作作品 不仅在澳洲各地艺术馆展出 还售出做工艺 甚至受邀上澳洲电视台 展现出她的创作天分 事实上发掘到自己的天赋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西藏老人 这些画作全出自于大陆 一名高中生凌云灯 用油性原子笔画出来的作品 包括美术老师及专家 都说她的作品超写实 光与影的交织 显示出非常有温度的画作 尽管因为热爱画画 让课堂上的老师 骂她不学无术 她表示自己会持续创作 并以中央美术学院为志愿 但是画画真的可以当饭吃吗 这句话一直是传统教育观念的悬念 台湾首位好莱坞动画师 刘大伟创作出许多经典快智人口的迪斯尼动画 还曾经获得奥斯卡奖 没想到她是有这样的过程 十年前我在国中的时候 是老师丢粉笔说 刘大伟 你画画你会没有饭吃 但是十年以后在好莱坞 我是掌声鼓励 一直寻找我的梦想 David You can do it 他又讲了一句 You are very talented 你很有才华 我在台湾从来没有一个人夸我 讲我 每个人都是用负面的说 刘大伟 你为什么不如谁呢 就因为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美术老师的一句话翻转了他的人生 这些热爱艺术的创作家 不被传统教育给置户 出自己的一片天 该如何发挥孩子的天赋 不把钻石看成石头 也将是当前教育观念需要深思之处 记者综合报道